小小姐 小姐 我来吧 来 爸爸抱 宁哥 你说说你这都容身当爸爸了 连个小孩都抱不了 来啦 他正在熟练呢 我抱的不对吗 你来吧 小心啊 你可接好了 这可是我们的儿子 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家的孩子给别人呢 我喜欢女孩 小红豆拿过来正好 我喜欢儿子 都说儿子是妈妈上辈子的小情人 乔乔 不管是上辈子 下辈子 还有下下辈子 你都只能爱我一个 儿子抢都不行 真酸 家墨 你什么时候和相思去领证 要不然以后小红豆变黑虎了 行 我马上就去 倒是你 赶紧跟嫂子也领一个 要不然小姐嫂子 以后跟别人跑 我们也补个结婚证吧 结婚证都被我吃了 补不了了 明天去补 那我们就带着小年糕走了 嗯 拜拜 走吧 等等 把我家儿子还给我 行 哥 那我们先走了 下次来玩 我看到你的 看一下你的 你还真丑 九女好看 相思 嗯 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 别闹 现在去哪儿 嗯 回家 回你家 哎 哎 房东 哎 是我 哦 对 我 这个房子暂时不想凑了 不好意思啊 哦 我搬去跟我老婆住 哦 好嘞 谢谢啊 拜拜 你把隔壁房退了啊 嗯 既然是合法夫妻 我以后啊 就天天黏着你 打死都不放手 美的你 小三 以后我一定会给你 和小红豆 一个幸入美满的家 我和小四结婚 真小一天 这么多人呢 怎么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哎 走 回家来 小蜗牛背着颗 一步一步向上爬 小蜗牛 你进来呀 一步一步向上爬 唱什么呢 唱歌啊 俏俏 手怎么这么凉啊 没事的 相思说了 女人在坐月子的时候 手脚就是会比较冰 等我一下 来 我看书上说 生姜 有躯寒节表的作用 最适合用来泡脚了 而且他们说啊 捏一捏脚底 也能足迹血液循环 手脚就不会那么病了 今天 能够嫁给你 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这话应该我来说吧 过几天 小年刚满月 我想给他办个满月酒 到时候把家人都请过来 可以吗 可以啊 把爸爸也请来吧 他吗 侠夹 其实有句话 我一直都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话 蜗牛体内 其实有大量的水分 一旦被太阳晒干 它就活不了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当初给蜗牛遮雨 是不是很傻 是 是很傻 但是傻得很天真 锦年 要不然我们再生一个吧 不行 生小年糕你都这么辛苦了 我不能再让你受罪了 没事的 他们都说 女人生第一胎难 生第二胎就容易了 那也不行 只能生一课 听我的啊 好吧 我答应你 小小 怎么了 孩子好像发烧了 我看看 还真是 不行我得带他去医院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身体还没恢复好 你在哪儿等着 有什么情况告诉你 好 快烧个毯子把它裹起来 我去把车开出来 你好 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来我看一下 您好护士 书业室在哪里啊 前面就是 谢谢啊 扎哪儿啊这个 扎饺吧 扎饺 来 今天 还是给我吧 来 我来包 打针了啊 别怕别怕 好了啊 水瓜丸就呼叫我啊 好 好的 乖啊 宝宝乖 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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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满月 满月酒了 一起吃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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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月了 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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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哭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这边啊 你你你那边再往左边一点 再往左边一点 再过去一点啊 瞧瞧 还有 新年 新年糕干被拿了 好呀 快来啊 这行吗 来 给我吧 算什么呀 走 走 走 哪在那呢 温度高 呢 有 我 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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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